各位同學大家好 又到了彭哥復異錄的時間了 今天彭哥我們要告訴大家 被動元件 好幾天我們沒有關心被動元件的一個狀態 今天彭哥帶大家來了解一下 被動元件現在的一個一直漲一直漲一直漲 到底能不能買 很多人一直在問說現在可以追多嗎 今天的大盤 是有受到美股的一個強漲的一個走勢 是今天大一早漲超過100點 被動元件也開始3%5%開始漲 連接連這幾天這樣看到被動元件他都在漲 所以投資人已經看到今天漲了第三天的 到底可不可以買 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能買或不能買 如果買錯了 那就是容易會賠錢 但是沒有買噴上去的時候 同投資人就更加的一個痛苦 好我們來告訴大家 今天的一個焦點 大盤 大盤現在已經進入到一個整理盤 什麼叫整理盤 我們講區間盤也好 盤整盤也好 因為我們講的前一波整個一個大點100 1200多點 我們講1200多點 他反彈幅度基本上都可以彈到300到400點 這是非常合理的 你看9800點漲上來400點大概也是10200 所以要告訴大家 基本上台股應該是正常要反彈到10200這個附近 所以現在的大盤還沒有到這個位置 所以還有機會繼續彈 但是彈完之後他是要下還是繼續上 彭哥要告訴大家 好 那現在我們講大盤之後 被動元件現在已經進入到空方回補盤 這邊可以做多嗎 但是彭哥今天下一個結語叫做 有些行情是碰步的 空方回補 空方回補就是空單 做一個買進回補碼 所以我們告訴大家他是跌身的一個反彈 所以我在這邊我盡量就告訴大家這種行情你不要去碰 因為為什麼得要告訴大家 好那我們今天盤這種現象有哪些 我們看到加權持續進入到一個收斂均線的一個乖離 我們講均線他會慢慢的發散嗎 他也會慢慢的收合 當你把均線過度的拉開之後 他就像橡皮筋一樣 你如果拉最開的時候你一放開會怎樣 彈到自己的手 會很痛 所以告訴大家過度的一個拉扯之後 他一收縮是強勢收縮 所以這樣子的告訴大家 這樣子的一個反彈力道 他是不是多頭 他只是一個強勢回補 因為為什麼 你今天不趕快跑的話 會有人趕快把空單賣掉 跑的比你快 所以利用這樣的一個角度的話 其實雖然會有反彈 但是他不會變成多單 我告訴大家這樣子 這樣子的力道是不會變成多頭行情 多頭行情就是你抱著他 做 做 做多也會很開心 不容易會大跌 但是我們告訴大家 現在這邊你看 今天早上很多股票一拉上去之後 他又掉下來 這個就告訴大家 現在的空方去是一個 結構行情 所以 盡量不要去玩這樣的一個 行情 所以彭哥這邊告訴大家 收斂乖以他不是空頭反彈 那空頭反彈可以做什麼動作 等一下會說 被動元件跌升反彈 現在往方向線靠 我們講的 戰鬥K線有三條均線 方向線是最短的均線 所以我們告訴大家 大跌小漲 他現在是一個必經的過程 我們講的大跌 反彈修正 這是必經的過程 我們現在被動元件他的反彈 是要彈到方向線 甚至可能更上面一條線 叫做能量線 好 那我們告訴大家 順勢操作獲利出場 如果你懂得在之前前一波大賺30% 大賺50% 大賺70%的時候 你這邊已經要開始做獲利出場了 那我們反彈 我們告訴大家 反彈 反彈那個行情 我們不去追 我們該賺我們做的 不該做的 我們不要跑 不要這種動作 我們告訴大家 如果你沒有尊重 你沒有遵守原則的話 你是沒有辦法什麼 踏實自負 這邊彭哥幫大家做一個整理 這邊是告訴大家 你要尊重 該做的原則 為什麼 前面就是尊重原則 他讓你賺錢 這邊是一個回補盤 你就讓 原本那些投資人 跌身反彈還在搶的就去搶 沒關係 就跟他搶 後面就會知道什麼樣的狀態 好 加錢日線圖 我們來看一下 目前今天的一個 我們講的方向線的位置 大概是10242 這一個位置 好 我們告訴大家 前一波 前一波這邊 整個大跌 跌一千多點 跌一千多點之後 連續四天做一個反彈 中間彈了300點 再跌100點 再漲100點 今天再開高100點 那我們講的這個叫做修正乖離 高高加這個叫修正乖離 修正乖離 他目前在10242這個位置 我們高高加大跌的小漲的話 彭哥這邊 因為沒有做空的條件 沒有趨勢空的 轉折空點我不做 那反彈這個部分我不搶 那什麼時候要搶 等一下彭哥會告訴大家 好 那我們環球金 我們讓大家看一下 如果你是環球金的操作者 在前一波 你如果都是開始做這種 反彈 反彈 反彈的行情 這個叫做小漲 但是這個大跌 我相信很多人這個大跌 他都沒有做到 有沒有看到 跌都比漲的多 彭哥是從一路這樣一路做下來哦 1500塊這樣一路做下來哦 做到破300塊哦 投資人你要注意 如果 這種大 大賺的行情 大跌的行情 你都沒有吃不到 你都在吃這個小行情 註定你會很巴西 我要強調就是 註定你會被巴死 為什麼 你都在賺5元10元的 100元1000元1萬元的行情都不賺 這就是你在市場上面 絕對會陣亡的 所以我們告訴大家 光看這樣的一個行情 現在在這裡 現在在這裡做一個反彈 一樣的 他沒有談過我們講的 我們的那個 趨勢線 能量線之前 他還是空投 那我們講的現在正在反彈 那就給他去做一個反彈 反彈完之後 彭哥自然而然 我們會有判斷模式 來看到說 現在這些股票 有沒有機會會轉多 在小時線來講他有機會轉多 但是在日線來講 他沒有轉多的條件 好 那加減指數我們來告訴大家 如果你看到這樣子 你都一直在搶這種反彈 告訴你不知道要吃幾回了 你還在現在還在持續要做這種 反彈多 那就可以給你去做 反彈完之後彭哥會去看 到底在這個地方 站上我們講的站上能量線之後 他會形成一個東西叫做空投反彈 這個地方 彭哥常常告訴大家 這個地方叫做行情小 走得慢會甩盤 沒行情你要硬做那就去做 我們堅持 我不對的行情 不要拼命做 有做就好 小賺小賠 沒行情小賺小賠 大行情就大賺 大賺小賠 好 被動元件我們現在看到 今天的反彈 跟昨天一樣 彈的還蠻厲害的 還是讓凱美繼續漲停 漲20% 因為你眼中就只有 當天的漲停 所以你往往會忽略了一些 我們講趨勢操作的一些概念 如果你一直陷入到這種操作的話 你在股市上面長期絕對是輸家 你不要跟我拿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在那邊秀 我可以拿更多 賺300萬賺500萬的 的績效單讓你看 這就是我們告訴大家 為什麼彭哥可以立足在股市市場 讓很多同學幸福的地方 我們操作有依據 有方法 有成績單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 那華興客我們來看一下 一路的一直往下面跌 連續開始 談了四五天 現在談到有方向線 那彭哥告訴大家 你還記得 319.5事件嗎 彭哥講 這個320如果站上去的話 收上去的話 華興客他會轉強 但是他最後在這個地方 319.5 這個地方叫做中極反彈 中是大中小的中 中極修正反彈波 好 反彈完之後再跌破 我們的什麼 方向線 能量線之後 繼續往下跌 300塊 300多塊 跌破之後 一路往下跌 跌破200塊 跌到現在150 170這個位置 所以你掌握到這個關鍵 他如果要反彈 他可以彈到方向線就停了 再來他還可以彈更遠 他可以彈到哪裡 他可以彈到我們的能量線 可以彈到能量線 所以同學你要注意 反彈這邊你不要去猜 因為你不是主力 你沒有錢 人家想要繼續做空方回補 可不可以 可以 因為 華興客之前 有法人 借券交易 賣空放空 空了4萬多張 高高家 空了4萬多張 所以這一波 還是有很多做空的法人 開始在做回補的動作 所以行情會怎麼會漲 因為你不了解這些東西 不吃鮮鎂鎂 檯面下的一些交易 或者是我們講的股市的一些規則 你不懂 所以才會被人家玩的團團轉 黃哥都有發現到這些現象 只是有說或沒有說而已 我們告訴大家華興客 再反彈 這邊我不去碰他 那被動元件的信倉店一樣的 現在反彈就是彈到我們的什麼線 方向線 高高家 現在彈到方向線 很多支的被動元件 現在都是在這個位置 那矽晶圓有沒有 有 他也是在這邊 大家把圖打開來看 就知道彭哥在講什麼 所以這些我們高高家 多檔的被動元件 都已經反彈到一個方向線的位置 這邊不用急 該休息就休息 該拼 彭哥就高高家 我們就來大賺一筆 好 所以今天的結論快速告訴大家 空頭趨勢 反彈要站上哪裡 站上能量線 你才是空頭反彈 鴻哥講的空頭反彈的話 才會能 才能做一個短多的條件 告訴大家短多條件 他沒有站上能量線之前 他都是空 我不會去做多 這邊絕對不碰多 好 那被動元件 目前進入到一個 中級的反彈糾正 會在方向線跟能量線 開始 燒遇空方壓力 有學過戰鬥K線的 好好想一下 彭哥在課程上面講到的東西 搭配今天這張字卡 你絕對會有收穫 我們家的不熟的彭哥幫你複習到時候 熟的話要更加的熟練 什麼東西該做 什麼東西不該做 好 那我們講的大賺小賠的條件就是 大賺你要全力衝 你絕對可以贏很多錢的時候 你要打倒他 把他錢全部搶過來 那現在沒有行情的時候 就是小賺小賠 你認真 我就說我不要跟你玩 我不要跟你玩 不要玩就不會受傷 沒有交易就沒有 沒有損失 就告訴大家 該讓大賺的時候 你要大賺 該讓你休息 你要休息 就要休息 有時候是很多人就是沒做全身都會癢 沒做沒辦法 所以你就多少做一下 反正在這個地方就小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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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們要提醒大家的 所以你看到彭哥這樣操作 有非常的一個明確 是不是你想要的方式 如果是的話 歡迎大家來參加我們的戰鬥K線 我們的準備要到動力營的 就是告訴大家 你想要賺錢 我們大家一起來學戰鬥K線 輔助你做一個趨勢 趨勢攻擊坡 我們不會每個月都是大賺 但是我們一個月大賺可以讓你爽半年 爽一年 爽三年都可以 對一個月賺300萬 可以爽多久 300萬一般的上班族要賺多久 我們講的至少5年 一般的上班族可以賺5年 所以好好的享受一下 趨勢獲利的一個快感 這邊同學 我們同學都是非常 非常優秀的 很多人開始模仿 就是複製彭哥的一個攻擊模式 在股市上面真的賺到錢 我們只要有強勢的弱勢的 我們通通都把它抓出來就對了 這是彭哥要告訴大家的 所以你想學下面有我們加入的方式 FB跟我們的Lite 這邊歡迎大家做一個加入動作 好 那我們今天節目到這邊告一段落 明天彭哥付一路持續陪大家 一起來關注股市焦點 拜拜 拜拜 好嗎 好嗎 好